伦敦时间7月8日凌晨5时徒手攀爬欧洲最高大楼,310米高伦敦碎片大厦的莎特的金乔治·George King,来自牛津,现年19岁,自称13岁就开始梦想这项壮举。 据英国媒体报道,伦敦时间7月8日凌晨5时徒手攀爬欧洲最高大楼,310米高伦敦碎片大厦的莎特的蜘蛛人接受媒体采访,声称徒手攀爬登顶碎片大厦感觉神一般。 吴以言表,这名19岁的蜘蛛人表示,徒手征服碎片大厦,是他13岁时萌生的梦想,他的下一个目标仍在英国。 蜘蛛人说,当警察在碎片大厦顶层围住他时,显然都吓呆了。 据英国媒体每日邮报7月9日报道,7月8日凌晨5时15分,北京时间13时15分,成功徒手攀爬登顶欧洲最高建筑,310米高伦敦碎片大厦的蜘蛛人终于现身,接受媒体采访。 现年19岁的金乔治·George King,来自牛津,自称13岁就开始梦想这项壮举。 伦敦碎片大厦,是欧洲最高建筑物,高310米,外墙为玻璃,俯瞰太悟室河和伦敦桥。 据报道,蜘蛛人金绍在7月8日凌晨徒手攀爬碎片大厦之前, 已经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对这座玻璃外墙的建筑物进行仔细侦查, 确定大厦的安全漏派,以顺利实现梦想。 毫无疑问,伦敦市中心俯瞰太悟室河和伦敦桥的碎片大厦, 是英国首都最可能的遭遇恐怖袭击的目标之一。 因此戒备森严。 金绍表示,他搬到伦敦居住,用了四个月时间踩点。 我用了好几个月时间研究大厦的改测器,观察摄像头。 计算警卫巡逻周期,金绍告诉每日邮报, 他终于发现,每天凌晨五十左右,伦敦桥附近的保安最不活跃。 为了实现十三岁时,就萌生的徒手攀爬碎片大厦的梦想。 金绍进行了精心的准备。 金绍还表示,为了侦查碎片大厦, 他每三天会改变自己的行头。 有时我会穿西装,有时我会拄住拐杖, 有时我会穿住运动服,有时我会靠在柱子上。 看起来像是在做运动,但我会用身体测量大厦。 金绍说,伦敦时间7月8日凌晨五时, 金绍用了大约45分钟时间。 在没有安全绳的情况下,完全依靠徒手攀爬。 登顶了欧洲最高建筑物,310米高的伦敦碎片大厦。 目击者在社交媒体推特上释出的视讯, 显示金绍正徒手攀爬伦敦碎片大厦。 金绍告诉每日游报,他在大厦顶层感觉神一般。 他说,这是一次非凡的经历。 快感无以言表。 当内非泰和多巴胺,都同时飙升。 这是神一般的感觉。 无法描述。 伦敦警察在街道目击者报警后, 紧急赶往现场。 当警察在最高层第95层, 将金绍劝说进入大厦后。 金绍说警察的表现很棒。 他说,他们没有给我压力。 我不想让自己的话听起来很傲慢。 但他们真的吓呆了。 据悉,金绍是徒手攀爬征服英国,乃至欧洲最高攀勉强的第一人。 他说,徒手攀爬征服碎片大厦,是他13岁时萌生的梦想。 金绍说,我为此做了很多准备。 我一直在努力。 他表示,此次最艰难的攀登部分,就在95层高的顶层附近。 因为那里有电机,上面有很多油污。 金绍表示,他的下一个徒手攀爬目标,仍在英国。 伦敦警察并没有逮捕胆大妄为的金绍。 他表示,自己已经确定了下一个徒手攀爬的目标。 但金绍没有透露细节。 只说这个目标仍在英国。 我需要多年的训练和精心准备,才能达成今日目标。 我认为自己是一个追随可敬激情的人。 不同寻常的激情。 金绍说,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赋。 你的使命就是确定自己的天赋。 让它成为你的激情。 把它作为你的目标。 金绍是徒手攀爬征服英国,乃至欧洲最高攀勉强的第一人。 他说,徒手攀爬征服碎片大厦,是他13岁时萌生的梦想。 南都记者陈林。